三星堆的 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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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认识不一样的三星堆 三星堆的发掘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实验室的大规模的实验室考古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这个以前的考古工作中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方法 比较传统的天液发掘方法 那么包括一些分析技术可能更多的考证人进行一个判别 那么两天之后的话 我们在科技考古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进展 那么这个进展的话 重点一方面是本身的我们的这个综合的技术的这个提高 另一方面也跟我们和国际的交流有关 就是考古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多学科的这么一个技术工作 所以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完成的 三星堆的这些相关的文物和遗迹的都是目前看到就是最重要的 至少在西南地区或者整个中国青东时代最重要的一批文物 第二是很多文物的相对的保存的状态是比较脆弱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了要最大限度提取现场信息 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现场做的工作比较精细一些 这个也就和其他的一般性的考古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考古在任何学校都是一个小学科 即使北大的考古已经比十几年前我上学的时候要大很多了 但是总体来说和一些大学科比起来还是小 因为年轻人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去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更多样的方式来进行考古工作 尤其是对于新技术的这种应用 因为不管是从现在的数字技术还是从其他技术方面 年轻人的这种认识的程度 或者尤其是上手程度的话 可能上手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它是把很多在其他地点 其他高位置所使用的单向的这些做法综合起来使用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大量的使用了这种三维影像的做法来做 那么实际上这个之前的其他地方也用过 不过在我们在这边使用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系统化 从三星的角度来说呢 尤其是从我们近年的发掘来看的话 我们相对的发掘的这种文物的丰富数量 尤其是从多样性方面是非常超乎想象的 尤其是在这种新文物的手段方面 这个将会极大的推进我们对三维的这种比较 三星堆一个传奇而响亮的名字 您是否会有疑惑三星堆的三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叫三星堆 其实是因为在遗址的南边有三个连连起伏的黄土堆 它的北面呢 是一个犹如一弯星月的月亮湾台地 三星堆与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木河 形成了南北相望之势 故称之为三星半月堆或者半月三星堆 一共呢出土了玉石器 青铜器 陶器等文物六百多件 这一次的发掘也扣开了古蜀国 成封了数千年的历史大门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四川大学和四川省博物馆先后联合 对三星堆遗址呢 又一次进行了考古发掘 那么从1980年开始 三星堆遗址进入了科学的 系统的连续性的考古发掘 尤其是在1986年 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 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 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文物 这些文物的横空出世 让三星堆震惊世界 被誉为人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 博物馆也一运而生 三星堆博物馆是在1992年的时候正式变迹 1997年10月建成开放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从2019年10月下旬开始 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看探 自2020年10月9日起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 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国内39家单位 共同对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 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 目前已出土各类文物上万件 这一轮考古发掘使三星堆 又一次的震惊环与扬名四海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 三星堆神秘的面纱也最终将会被揭开 古蜀博的璀璨与荣光将在世界舞台再放异彩 三星堆神秘的面纱 处理 三星堆神秘的头七海 在细节省下来看这珍质的冰品 你觉得这个可以这样的东西吗 有些人说这是一碗玉米 有些人说是一个车车的车车的车的车 甚至是一颗的月亮 但是谁知道 有三千岁的东西 什么做作为了中国 难解说 然后文化的神秦是非常奇面的 神秦威是在同样的岁路上, 在避免的秦宇宙的秦宇宙的秦宇宙。 现在的秦宇宙的秦宇宙有40次, 所释放在外面的秦宇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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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最好的方法的秦宇宙的秦宇宙, 是最好的秦宇宙的秦宇宙。 我相信这些秦宇宙的秦宇宙也会带来在秦宇宙的秦宇宙, 你也会来自出品的秦宇宙, 在秦宇宙的秦宇宙, 这个秦宇宙在秦宇宙的秦宇宙的秦宇宙有寻宙。 秦宇宙宙的秦宇宙也可通过很多秦宇宙。 但是这些秦宇宙是宇宙的秦宇宜, 可以在秦宇宙的秦宇宙, 因为 expose自己宇宙的秦宇宙, 因此,这些秦宇宙的秦宇宙也因为这些秦宇宇宙的秦宇宙, 我们可以只看一个在中国的游客 所以,你很興奮有关的游客 你不必有一个人的选择 来到这里,你会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零君主观 提供的宝贝 当代宝贝的宝贝 为我们就能读确论 我们的关系 最佳的歐斯文 和大亚的大亚 但也能表现 我们的帮助力 和是中国的宝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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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国 controls 文字幕志愿者 caucus, 思考, 宝贝 美, meatballs, 力, 秘工刊 三氢堆文化最青铜的造型、 铸造这块 它都是应该在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留远 神秘 三氢堆它的青铜戏很特地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很前卫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当代艺术 我们不敢选择 感觉是已经比我们还超前了 有一种文明的一种脉络 一种传承的感觉 我们会用年画 传统的年画题材和三星的结合来 就是说让它这两种 古有的一种传统文化 就是说能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当中去 把两个具有历史文化的艺术品 相结合在一起的画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 并传承我们的纳染工艺 是川人的族性 他们是非常睿智的 非常有词汇的 这是我们苗族传统的 刺续无数工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